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X跟Y滿足這個方程式 他問這個函數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當它是最大值的時候 那麼XY這兩個值分別是多少 這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把這個 叫做XY的函數 這等於2X加上3Y平方 那我現在把3Y平方代掉 這就變成多少 2X加上1-X平方 這是個二次函數 聽多少呢 4X平方 加2X加1 不過這個有限制喔 為什麼 因為3Y平方是等於1-X平方 也就是說 1-X平方是3Y平方 這必須大於等於平方 也就是說 X平方 減1小1等於 那X是 它有個範圍 在1跟負1之間 也就是說這個二次函數 它是有範圍的二次函數 好 那我看喔 當 X等於2A 負B 負B的時候 負2 就等於1的時候 那1有沒有在裡面 有啦 所以這個函數圖形 相當於這種圖 那因為手相七處小鈴 所以它往口向下 好 那在1的時候 它有那個最大直 1的話有最大直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圖 大概是這樣的圖 然後 它的範圍是1跟多少 跟負1之間 所以它最大直 是在SE等於1的時候 最小直在等負1的時候 所以我就知道 它的那個最大直 最大直就代多少 代X等於1 pri是代1 就負1加2加1 這樣就等於2 好 那所以 M呢 等於2 這時候的X跟Y 這個時候的X 當然是等於1 那 Y Y在哪裡 Y 這個時候就是Y 我們知道是3y 3y平方等於1-x 平方 x等於1的時候,y又等於0 所以x等於1,y等於0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說 2x加上3y平方 最小值 等於多少 這個時候 此時 sy等於多少 剛剛我們畫錯 那個圖 最大值的時候是在1的地方 最小值 是在-1的地方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m 就是你x代多少 x代-1 那就-1-2-1 所以這負2 所以最小值是負2 這個時候 x是-1 y代-1 1-1-1 就0 所以y等於0 所以我還是護一跟您 1-1 2 2 1 3 5 5